3月的北京春一盎然,中国即将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,3月2日早晨7点20分,伴随着屡屡晨光,从哈尔滨驶来的直16次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,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首批境外人大代表团,黑龙江代表团顺利抵京。 黑龙江代表团作为2019年全国两会首个抵京的境外代表团,备受媒体关注。列车停稳,代表陆续下车,北京站在月台上代表被各方记者的长枪短炮团团围住。 作为一名来自农业领域的人大代表,高向秋提着一篮蔬菜正接受记者采访。他希望通过对高质量蔬菜产品的展示,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吃上健康的蔬菜,餐桌上的健康得到保证。 我是农业代表,我带的建议都是农业方面的,大都是真心计划,因为我们有一块好的黑土地产出了好多的产品,就是黑土地保护,我们是也是真正的,黑土层特别深,带的还是不些产业发展,因为每年都带着老百姓去种蔬菜,我们这蔬菜都是免减的,就是这个蔬菜就是有的好的产品,咱要必须要宣传出去, 除了西班组各地都吃到我们放心的蔬菜。 今年,全国人大代表曹永明把关注点放在了家庭教育上,如何推动家庭教育向好发展。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希望通过立法来提升父母的教育水平,进而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。 我关注现在的家庭教育,家庭教育是现在整个社会一个关注的热点,那么国家如何能够通过立法来推动家庭教育,尤其是80后90后的父母教育的水平,通过这个队伍的提升来保证我们的孩子,我们的未来健康的幸福的成长。 据悉,当天境外代表团将陆续到会。